各位观众午安 欢迎收看1600股民开讲 是股民的疑难杂证 邀老师来开讲咯 我是崔佑达 看到了上个礼拜五 美国股市再度的大涨 台股今天终于迎来了 比较像样的反弹咯 大涨161点 离万三大关 大概只剩下50点的差距了 所以明天可以继续的网上挑战吗 接下来进入了11月天 有哪些转折讯号呢 要来请教的是资深分析师张家豪 阿豪老师午安 又打大家好 我是阿豪 同时美国联准会 这个礼拜四即将公布利率决策会议了 外界预期说通膨的压力还是很大 这一次应该还是升息三马 但是12月份 主席鲍尔会改变鹰派立场 暗示放缓升息吗 能否多方控盘再攻一波 要来请教的是资深分析师曾英杰 杰绍老师好 又打好 全国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阿豪老师要先来问你了 因为台北股市今天 收月线嘛 月线还是收黑 就代表说9月份 10月份 好像都不太理想 在接下来 在今年只剩下两个月了 11月份跟12月份了 因为你是美国股市的专家 美国股市在这一波的涨势过程 大家都很好奇 怎么涨得又快又急 是不是跟11月份的期中行情 期中选举有关 因为下个礼拜就要举行 期中选举了嘛 那美国股市还会继续的 谈到选举后嘛 OK 其实在今年我们坦白说 今天已经是10月了 那我相信很多投资朋友 在这10个月当中 会有一种感觉就是 已经啃了10个月的树皮了 最后只剩下两个月 可不可以喝一点甘蔗汁啊 所以我们从这个世界上 最重要的一个乱源 我真的就不客气地讲 真的全世界让它们小乱干的 那它们是不是有出现了一些转折 那我们看到这个 稻穹供业指数的部分 稻穹供业指数 其实它今年从年初跌下来 其实也跌了8292点 也是跌很重 对 但是它们只用三个礼拜的时间 只用三个礼拜的时间反弹 已经超过了4200点 这是什么概念 今年跌的 它已经涨回去一半以上了 收复一半回来了 对 已经收复回去一半以上了 那这个是我们纯粹 就指数的一个部分 那当然会有很多投资人 就会有去联想 他们是不是因为这个 其中选举的一个因素 因为政经政经 其实是离不开关系的嘛 如果拜登想要做个什么绩效 他支持度这么差 是不是先拉个美国股市再说 那这是不是我们 一厢情愿的想法还是其实有一些 辅制物的一个东西 可以让我们去做个验证 在技术层面的部分 其实这个周K最重要的是在于 这个二十周均线 二十周均线 对 已经站上之后 它下一关一定就是挑战 这个下降阙线 这个礼拜嘛 对 它上个礼拜 其实就是在做这件事情 所以如果有办法去站上 这二十周均线的话 其实它就有一个非常大的坛声 那问题是 它为什么有办法三根 直接涨回去50帕以上呢 主要的原因是在于 这个是川普的礼物 这个之前我们有跟各位去提过 川普在他要卸任之前 他硬是把他拉上去 变成是一个直角三角形 如果说拜登 他都没有去动到任何的利率的话 道琼一定是到四万点 到四万点 对 一比一的对等 可是到三万八就卡住了 对 因为他受不了了 他去调整这个利率 所以一旦调整这个利率的时候 那没有办法 他一定会来向川普说对不起 所以等于说他干了这两年 什么东西都没有 那就是拜登根本就又打回原点 都是拜登害答 对 回到了原点不打紧 而且他的CPI一直也没有压下来 他变成什么都没有 他变成是双输 而且还把全世界都搞得天外地覆的 所以他发现不行 所以怎么办 赶快去做一个拉抬的动作 来到这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点 就是先谈再说 其实这个在技术层面 我们在上个礼拜刚打到的那个12682 其实也有同样的一个效果 可是阿豪老师 你说道琼已经反弹 从低点这样上来 弹50%收复一半的嘛 但是我们看看 在整体的这个科技股当中 纳斯达克指数啦 废判指数 现在好像还是比较落后一些 有机会再补涨吗 其实我们坦白讲 拜登他想要学川普去打中国 可是他打的是欺伤权 就是他伤了自己很深 他打到自己了 对 我记得在我们这个 国庆日回来的时候 他是不是签署了一个 这个中美晶片站的这个升级版 对… 结果他打到了很多 他们美国非常重要的 这些科技股的公司 他等于是把那边大陆的营收 全部都给否决掉了 这个对他们来讲 当然你看纳斯达克指数 虽然人家道琼已经谈了50%了 但是他目前只有18% 谈得比较慢 对 所以他现在纳斯达克指数 如果能够再重新占上这个 20MA的话 下降切线的话 其实他也会去比照 到这个道琼工位指数的一个谈胜 但是前提我们看得更稀一点的话 他接下来一定要先去突破 前面的这个高点 其实纳斯达克指数 这一路下跌下来 在这个地方 特别是在9月 在10月的时候 其实他架构出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 复合式的一个头肩底 这边大概花了一个半月的时间有了吧 对 因为你那么强势下来的话 一定要架构出 让他慢慢的去盘住一个底 所以如果说他能够去突破 前面的这个高点的时候 这个底一旦成形的时候 那其实他就会去追上 道琼工位指数的那个反弹的幅度 所以我们用纳斯的日K来看的话 突破这个所谓的压力线 这个礼拜就是重要关键了 没有错 那当然我们回到这个台北股市来看 今天的外资的确有回心转意继续买回的迹象 因为台北股市今天涨160多点 但是三大法兰当中 外资虽然没有买很多 但是还是买了45亿 那期货的部分也是加多 8869口的多单 好像目前看起来对于多方都是蛮有利的 当然我们护国神山台积电 现在还在400块以下 今天就算有涨也只涨到390 所以接下来还是要看护国神山 能否拉动指数吗 其实在台积电这一波跌到了370 它有一个小小的故事 在这边我花一点点时间 给各位一个思考的方向 如果说你不是在今年才进到台股 我比较早期的一些 比较资深的一些前辈们 应该都有遇过那时候的台海危机 台海危机我们再浓缩 其实最可怕就是四个字 叫做武力犯台 所以当上个礼拜的时候 我相信在这个媒体 它大肆地一个宣扬报道的时候 中共好像马上就要打过来了 武力犯台这四个字 我觉得是内忧外患 除了外患之外 内忧就是台积电鼓励员工休假 这件事情 因为这个东西你下去的话 法人他们一定是先降力持股 那降力持股要砍谁 流动性最好的就是台积电 所以上个礼拜的一个台积电 你看到最低点达到了370 这个真的有一点点 可能大家要稍微去了解 去想一想 这是武力犯台 这四个字所打出来的 但是打都已经打下去了 我们还是从技术层面来看 我觉得从简单的量价关系 第一个397.5 如果说这个397.5 能够去突破的话 它的下一关就是我们之前 跟各位去提到了401到457 对 如果说你看到它有一天 站回到457的时候 我觉得整个那个扭转就过来了 在这个地方所放的利空 可能变成是右空 变成是一个全面性的一个大反攻 这个是台积电 它一定会影响到我们的加权指数 那加权指数的部分 我这边也就不用讲太多了 今年四个月它跌掉了6000点 快6000点 对 跌掉了快6000点 那美股它都已经反弹 已经反弹超过一半以上了 对 特别是道琼 对 那我们目前的一个加权指数 目前还没有到350点 还胎得慢的 对 车下人家已经50%了 我们现在还谈不到5% 我们还在讨论说 什么时候补涨回越线 对 人家有一个其中选举 那其实我们也有一个地方的选举 是不是值得去做一个期待 其实从量价关系的角度来看 先站上这个下降阶线再说吧 好 那就是在大盘的部分了 但是在这一波的跌升反弹股 除了台积电之外 今天上游的IPC制裁 也继续出现了跌升强谈 这个3443的创意 今天是续工的指标 那当然这个阿豪老师之前 提供的是反弹三部曲 那从现在的这个创意 IPC制裁 甚至大家比较多的 可能是在3035的致源 还能够继续谈嘛 OK 那我们刚才去提到的 如果说大盘继续跌下去 今年就全军覆没 那其实法人他们就很轻松 因为他们只要是 击败大盘就好了 可是如果说大盘 开始反弹的时候 其实最紧张的是法人 因为他要想办法 他使命也要把他的绩效 给击出来 因为他是跟大盘 去比较绩效的 所以在这个时间点 如果说大盘一旦有反弹的时候 你会很明显的看到 法人他们拼命在拼绩效 我就举一个最简单的 我上次在代班的时候 10月21号那时候的创意 刚好那时候其实也是 被空军给击垮 那时候别很惨 对… 因为中美贸易战 这个晶片战升级 可是我们用简单的 站上五日均线的话 它就是一个反韩的一个开始 我们看到 其实创意它只花了一 二 三 只花了三天的时间 它直接涨超过一百块 一张就是十万块 一张就是十万块 那你再仔细去看它为什么 有办法三天涨超过十万块 因为它是不是站上五日均线 对 它就直接B站上来了 对 更重要的 这一种就是法人 他们在赶进度的 为什么我会这么说 你注意看 这个是投信 投信它买在什么地方 五 六百块 对 它们的成本都买在这里 那时候被空军给打下来 连续三根跌停板 他们真的是没有办法 所以最后你会发现 他们还是要去做一个停损 但是他们发现 停损下去不对 那再怎么停损 它绩效还是抵比过大盘 所以他想办法用自己 只要大盘一喘口气的时候 是不是自己就把它给扛上来了 这两天把它买回来的 也是投信的力量 所以就看今天投信会不会续买 这种之前把它杀下来的 好 看可不可以为了救 第四季的业绩 把它继续的推上来买上来 这是阿浩老师的观点 这是一个选谷的方向 这是在这个3443的创意 另外还有一档多方式的新胜利 因为时间的关系 阿浩老师如果想要得到一些 逆转胜的口袋名单 要怎么跟你索取呢 其实我已经好几个月 没有放这个口袋名单了 但是我就看到目前的一个情况 最后的这两个月 除非继续又啃树皮 大家真的就全军覆没 但是只要它有一点点反弹 我觉得这个都是 大家要把握的一个机会 所以我特别在我们的 LINE的右上角 这个祭祀本 我从今天开始会放这个 逆转胜的口袋名单 如果说各位有兴趣的话 记得加LINE 那你直接到右上角 右上角去做一个观赏 那如果说你有加按178的话 重要的讯息 会直接传到你的手机里面 纳指你一定要突破这一个 那台积电内优外患 我们最重要的是 386到401的攻防站 我们现在还在这个区间 对… 那现在各位选股的一个方向 叠色反弹的 对法人他们的那些旧爱 他们在赶进度的 可以好好的去搭上一波便车 好 如果要拿到这个 阿豪老师的逆转胜口袋名单 那现在拿起手机 马上扫这个电视上的QR Code 加老师的LINE 跟老师做个好朋友 或是LINE搜寻 GOOD580178 老师会给大家更详细的 操作跟选股策略 节目回来也要告诉你 强势族群 这一波可以谈到哪里呢 特别是板卡股 有几档的券资比都特别高 会一波往上 嘎到顶吗 稍后来请教曾益杰老师 欢迎你回到1600股民开讲 我是蔡佑达 台股今天虽然涨了160多点 但是股会不同掉 可奇怪了 新台币今天下跌 下扁6.2分 收在32.210元 所以统计下来 10月份新台币还是贬值的 贬值1.4%左右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问杰帅老师 台股今天收月线嘛 虽然有涨个白点 但是月线还是收黑的 10月份是下跌474点 大家就在期待说 你11月份 12月份 至少来个反弹行情吧 但是在谈的过程当中 今天也是没量的 整体的量能只有1700亿左右 是不是散户们 或者是投资朋友们 大户们 还在观望台股这样的反弹呢 我想这个地方成交量1600多亿 这代表很明显的 大家都在观望 不过我要跟股民们 分享一个好消息 我所看到的现象 我认为接下来这两个月 应该是很有机会 让股民们有一些收获 你有看到好消息 我看到非常多的一个利多消息 我要逐一来跟大家做分享 我等了好久 终于等到这一刻了 为什么我说 接下来两个月 股民一定要好好把握 这一波行情 来 我们开始来看 首先前几个礼拜 我在上这个股民开讲的时候 我一直跟大家讲说 趋势还没翻多 为什么 因为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地方叫MACD MACD死亡交叉 再搭配这个KD大了80 这个我上次前几次都讲得很清楚 所以这一波行情 从15 475跌到最深 跌到12 629 这跌幅非常深 跌得快将近3000点左右 对不对 好 现阶段来到这个地方 为什么 我说大家一定要把握 这一波行情 各位来开始看 这个地方如果可以的话 照近一点 让大家看一下MACD MACD在上个礼拜四 柱状体终于站上了临轴 而且这里出现一个 所谓的黄金交叉 而且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地方KD小于20 已经很久了 大盘在KD小于20的情况下 已经非常久了 所以我们先从技术线型来看 大盘目前已经吻合了 我之前教大家的底部成型讯号 然后再来连续三天 大盘的K棒都是在5日均线的上方 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 所以在这地方只要收纹5日均线 我认为大盘有继续往上攻 再来我们来看一下 美国股市如同阿豪老师刚刚所讲的 美国股市现在已经反弹的幅度 已经超过了大概将近50%左右 所以台北股市在这地方会很容易出现一个 所谓的补涨行情 你要问我说难道都没有所谓的坏消息吗 也不能说坏消息 只能说还有一个不确定的因素 就是这个FED的一个利率的一个决策 对 老师我补充说明一下 因为今天量缩其实很大的一部分原因 是因为11月3号 也就是这个礼拜四 联准会要召开利率决策会议 市场现在预期了 11月份升3码是升定了嘛 12月份应该是升2码 但是大家就是在等待 鲍尔会说些什么 如果他能够暗示升息放缓的话 这对市场就是一个强心针 你要怎么去做预测呢 这个预测基本上 我们其实现在已经知道说 它已经涨了这个3%了 所以我认为它是一个笃定的一件事情 我们就不需要去过度的去 再放在这个重点上面 重点是我觉得除了这个 不确定因素之外 还有两个我觉得比较值得注意的 一个事情就是说双11 还有Christmas 这两个都是年底 为什么第四季通常都是一个 大反攻的一个行情 所以我认为就技术现行来看的话 最重要就是这个MACD 它好不容易在临轴上方 已经形成所谓的黄金交叉 所以大盘有机会在这地方再攻一波 所以这个投资朋友的信心 应该要慢慢的回笼了 如果投资朋友信心要回笼的话 那老师有什么样的方法 帮助大家悬购呢 OK 在前几次的股民开奖里面 我用了好多例子来教大家 怎么去判定股票底部成型讯耀 跟头部成型讯耀 对不对 但是我发现这几个礼拜下来 其实有很多这个股民 在我的学主以Lite说 老师 你讲的这个 基本上是很好用 可是他们因为都没有什么时间 来学这个所谓的一个技术分析 所以他们经常在一千多档 甚至于快两千档股票里面 他们很难去找到 我所谓的底部成型讯耀股票 或头部成型讯耀股票 所以我就是特别为了要让我自己 悬谷也更有效率 我把我的这个技术分析的一个逻辑 我把它汇整起来之后 我把它做成了一个人工智慧 这个人工智慧的系统它很厉害 它可以帮助我去做很多 悬谷的一个动作 而且它这个非常的简单 而且又有效率 而且更加精准 怎么说呢 因为我们都知道 现在是大数据的时代 而且很多事情 现在都是由人工智慧机器人 来帮我们做了 现在已经慢慢的人工智慧化了 包含手机也是智慧型手机 所以我做了这个APP之后 让我的选股更加有效率 更加精准 它是用我的技术分析的逻辑 直接结合电脑运算 而且这个我们都知道 电脑跟人脑最大不同的地方 是电脑它没有感情的 它没有所谓的七情六欲 所以它可以排除一个 所谓的人性的弱点 好 那我们就来举 几档股票的一个例子 比如说像这一波行情 有很多人追这档股票 真的是非常的伤心 也非常难怪 为什么 因为最高是688块 很多人在这边解定存去买 这个地方很多人开始以为是 可以捡便宜的 但其实我们 就我所教过大家的一个方法 这个地方其实不能买 为什么 这里已经出现所谓的死亡交叉 非常明显 对不对 而且这个死亡交叉维持到现在 现在才出现一个所谓的 一个黄金交叉的迹象 所以这一段行情从527 到这个370这一段 其实大家如果说有认真看我的节目 而把这个方式学起来的话 这里死亡交叉 这里KT大于80 是不可能去做买件的动作的 因为这是很明显的一个征兆 就是头部真心炫耀的一个征兆 那现在黄金交叉是甜甜价吗 基本上 基本上现在有机会出现甜甜价 我刚刚讲了 那如何运用这个人工智慧 来判定这个台积电 要怎么样去避开这个高档的风险 我们就来看 这是我所设计出来的一个 人工智慧的一个系统 各位可以看到 当时在527这个地方 这也是有一个新兴符号 大家可以看 这个新兴符号它所代表的含义 我要跟大家解释一下 它就是一个提醒的一个功能 它提醒什么 它提醒我们说 KT已经来到了所谓的80以上 所以在500多块 各位刚刚也看到了 它已经出现一个所谓的MACD 死亡交叉 而且KT来到80以上 这里它就会出现一个提醒讯号 这里其实就要做卖出的动作 这里如果没有做卖出的动作的话 这里一定要卖 因为这里已经出现了一个 箭头向下 绿色的 但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人工智慧厉害的地方 就是KT来到80以上 都没多久之后 这里底下 这个主力控盘的一个趋势 也都翻空很久了 有没有 现阶段 我说为什么有机会反弹 各位有没有看到 这里已经开始出现一个 所谓的 由绿翻红的一个迹象 我们现在等了什么 我们现在等的就是说 基本上这个箭头向下之后 它会再出现一个箭头向下的符号的时候 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做一个 切入的动作 不过就我刚刚所看到的一个现象 这个MACD它基本上已经 出现一个所谓的黄金交叉 所以台积电我认为 底部应该是接近了 但我们现在还要等一个 更确立的炫烈出现 各位来看一下 以这个人工智慧的判定方式的话 你会很清楚的知道说 第一个500多块要卖一趟股票 没有卖的话467一定要卖 所以这一段跌下来的这个幅度 其实有将近这个21%左右的 这个行情 其实是可以避开它的一个风险的 这是台积电的一个操作的方式 如果有这个的话 就会让这个股民们更加的轻松的 去判定这个台积电的一个做法 可是杰帅老师 除了台积电之外 其实在这一波比台积电 还要来得强的就是板卡族群 板卡族群在这一波的涨 很多人都认为说它是在嘎空 像是卷子比高的 翰逊的卷子比有57% 立台的卷子比有46% 自己家长得比较慢 是因为它卷子比也比较低 卷子比27% 从这个卷子比 由高到低来看的话 它能够一波往上嘎到顶吗 其实这个汉逊这个地方 基本上我认为在这个地方 不要再做一个追高的动作 为什么这样做 不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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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 来看一下 真正可以买的地方 是大家都不敢买的地方 就是这里 那不是破底的收 这个地方破底大家不敢买 对不对 但是其实我刚刚讲的 你只要学会我的方式 只要搭配MACD再加上这个KD指标 基本上这个地方出现黄金交叉 这里KD小于20 其实是可以做一个 抄底的一个动作的 这一波行情上来到这里之后 基本上你会发现 第一个今天它已经跌破了 所谓的五日均线 而且这个KD已经来到高档地区了 KD过热的一率 对 KD过热 但我讲过了 这个一般的投资朋友 是不太可能像我们这么认真的 去看这个所谓的MACD跟KD 那有没有什么比较简单的一个方式 很简单 我说过了 我把我的逻辑做成了这个 人工智慧的一个APP系统之后 它可以很清楚告诉我 像这地方是破底 刚刚我们看到44块这附近 对不对 这里各位可以很清楚看到 它出现一个星星符号 当星星符号出现的时候 就代表说这个低点底部已经到了 这个地方它就有出现一个 很明显的一个提示 这个明显的提示就是说 当它KD来到20以下 其实这里你就可以做一些布局 然后这里是不是有一个红色箭头 对 有一个红色箭头 代表说你可以再做一个加码的动作 那我说了 不管是在这里进场 或者是在这里进场 基本上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我会说为什么不要再追高 因为各位刚刚 我所看到的现象 我都直接告诉大家 第一个KD已经来到80以上 所以在这个地方 它今天又跌破了这个5日均线 我认为这一档股票要再等一等 要再看一下 除非说它又重新站上5日均线 否则在这地方不要照进 其实如果说按照这个逻辑来操作 已经34%了 已经涨三成以上了 对 已经涨三成以上了 所以说真正如果说 有这个好用的工具在身上的话 其实是可以帮我们节省 很多这种判断的时间 在这一波涨很多的 除了像这种汉迅的股票之外 也有一档是在9958的世纪纲 因为它的订单能见度看得蛮远的 甚至看到2024年 所以它好像业绩 有一些想像的空间 不受到景气循环的影响 但是今天好像也跌破5日线了 OK 那我们就是 这个刚刚佑达所讲的都是基本面 其实我想问佑达一件事情 台积电的基本面到底好不好 好啊 可是它就是从 对啊 它从500多块跌到300多块 所以我们还是要尊重技术线型 这个技术线型它所反映的 就是真实的股价 不管说它是合理或不合理的交易 它就是标准答案 对吧 我们必须要尊重这个答案 比如说现在台积电就是 在400块以下 这个就是一个事实 所以基本面 我认为是可以当作一个 辅助参考的依据 但是最重要是 我们还是要针对股价 还有技术线型 我们要对它非常的尊重 要不然的话你看 这个500多块很多人 也认为说可以剪了 结果这个台积电 真的在500多块剪到现在 大家还是很痛苦啊 对不对 但其实我刚刚已经讲过了 如果你有一个好用的工具的话 它是可以帮你做一个判断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地方其实刺激缸 是可以在这个地方 去做一个减便宜的动作 但是呢 现在可不可以买 来 我们看下一张就好 下一张基本上你可以看到 其实如果说透过我们的 这一套辅助工具来看的话 这里它早就已经出现 一个所谓卖出训绕 这里出现一个底部训绕 这里又出现一个KD来到80 所以各位你看 来到80以上 老师从APP都可以给大家看得 非常的明了 对 因为今天时间关键 老师还有提供一档威胜 不过智慧选股的方面 要怎么跟老师说去 OK 这个人工智慧选股的方式 其实非常简单 我也有做一个教学的直播 欢迎 教学直播 对 就是很认真在教大家 怎么运用这个人工智慧来选股 如果有兴趣的话 大家可以回复888 那如果说这个后面要补涨的话 人群补量 大家可以加LINE 来索取这个人工智慧的 一个选股教学 所以如果大家有听不懂的地方 或者是想要跟老师 索取人工选股的智慧教学呢 马上拿起手机 扫这个电视上的QR Code 或者是LINE搜寻A957 那老师如果回复888的话 还有什么样的内容呢 就可以得到我的这个教学 直播节目的一个内容 有很清楚的一个讲解